听了一个报告 人民日报的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纽文新先生做的 应该说他关于中国金融的人民性的问题 讲的特别好 不过这些话呢 基本上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精神 但是关于在纽文新报告基础之上 大家的讨论有些观点 我挑主要的跟您介绍一下 这两天美国财产一轮正在中国访问 布林肯马上也要来 为什么要急着访华 有一个背景 就是香港立法会呢 全票通过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这件事呢 标志着26年没能通过的 基本法23条的限制责任 已经正式步入了法治的轨道 香港那帮烂仔 打砸抢烧再来折腾不行的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正式生效 这件事对香港来说 是香港稳定长治久安的一个大事啊 所以美国就跳 英国就跳 所以那些所有的反华的这种烂仔 都开始乱骂一通 美国政府搞出了一个东西 叫2024香港政策法案 但是你仔细研究法案你发现 除了对香港造谣抹黑 美国是把陈词滥调和谩骂都写进法律的 有用的或者是有点新鲜的 也只是强调美国政府未来可能对香港官员进行签证制裁 美国不是欺负人欺负惯了吗 但是你注意到31号中国外交部就针对这件事 我发言人做出强硬的回应 中方对美方有关声明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香港国安法制定实施的三年 正是香港从油乱到制走向油制即兴的三年 我们敦促美方尊重中国主权 恪守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不但外交部发言人做了口头上的回应 香港政府发表了措辞更加强硬的公告 香港政府公告里边连 我对你气机以鼻摘词都说了 声明态度很强硬啊 对香港政府来说这可能是史无前例 就是说在这一轮角逐当中 中国方面表现的相当强硬 而美国则是虚弱的空洞的 没有什么办法 不但如此 美国总统拜登先生打电话 在中国的白天美国的黑天 专门强调自己呢 四不一无意五不一无意 这次变成六不一无意 有意的就是一条叫耶伦火速防滑 干嘛来了 其实具体谈什么 这个你在新闻上是看不到 人家领导人谁也谈什么你知道吗 公报上讲的话 那不是跟以前讲的没什么区别 而且外交部发言人重复的 也是我方的基本观点 具体内容这确实是不太好理解 有人说 这谈什么 是耶路来之前都谈了吗 谈中国的产能过剩啊 冲击美国市场啊 对美国企业造成什么危害啊 这也是表面文章 耶伦到中国来会谈贸易啊 耶伦到中国来 台海问题 他会谈吗 台海问题 贸易问题 这些东西都不是财长关心的 财长最关心的是两个字 国债 四个字 美国国债 美国国债美债 本质是什么问题 本质是美元问题啊 美国现在得了一种病 这个病就叫美元综合症 是你很牛 村长打个白条就是钱 全世界收割韭菜 自打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 不跟黄金挂钩之后 美国就全世界少流氓 但是他胳膊出了一几大 全村谁都不敢惹他 他拉一帮哥们弟兄 跟他在一块在全世界就玩 这个流氓手段 你有什么办法 但是现在情况有点变化 美国支持乌克兰打 俄罗斯结果导致 一 美国对俄罗斯下狠手 把他提出了 Swift美元结算系统 以为自己是收拾俄罗斯 没想到美元一捅天下 捅了个大窟窿啊 俄罗斯经济去年增长 3.8% 没你美元 俄罗斯人能过 这是一个问题吧 所以耶伦几次讲过了 还希望俄罗斯能够再回到 Swift系统当中来 哇 都是你们家的 你说先桌子先桌子 你说叫人回来吃就回来吃啊 第二 美国股市 是比咱们的股市显得热闹 但是 它是已经创下了 有史以来最大的泡沫啊 这一点 炒股的老胡 我想他一定知道 第三 在美元经济 持续高通胀的情况下 美债风雨飘摇 随时可能出事 这三条加起来 有助于我们理解 金融战的本质和核心是汇率战 不是经常有人拿这个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发生一点变化 然后就开始阴阳怪气的说中国人民币不行了 美元怎么怎么牛了 怎么怎么厉害了 美元当然有牛的一面 美国是纸老虎 但是有真老虎和铁老虎的一面 但是他也有豆腐老虎的一面 怎么理解 纽文新讲了个观点 全球到底谁有能力打汇率战 当然是美国 美国收益美元 谁能打过他呀 但是俄罗斯切断了卢布和美元的联系了 那美国玩汇率再跟俄罗斯过不去 有效吗 没效了 俄罗斯的做法就是硬脱钩 我们现在有三万一外汇储备就人民币的情况而言并不像有些人理解那么那样 我们中国完全被动的是脆弱的 中国的这个数量的外汇储备啊 是我们能够货币稳定 不会被美国轻易收割的王牌 而且现在美元的具体表现 耶伦老太太焦虑的表情已经充分说明 美国人随便收割的游戏 现在已经不那么从容了 好比斯马兰迪年纪的老头跟着一帮年轻人跑百米 那你两步出去你就觉得不对劲的 哈哈哈情况已然发生了变化 美国过去是持续加息 但是结果怎么样 你除了日本韩国印度少数国家被收割之外 对外收割没像想象那么好吧 自己的内部金融危机股市超级泡沫形成 持续通胀 美国怎么收场 现在不知道 换句话说 美国耶伦老太太现在她自己遇到的最大的业务麻烦 就是美国正淹没在自己制造的货币的泡沫汪洋大海当中 好比是小朋友玩海洋球突然间进去了 小朋友淹没了 那小朋友就是美国 在这种情况之下 耶伦没有办法不着急 美国政府没办法不着急 好了 日本韩国印度已经搁了两茬酒下来 现在能够给美国解燃眉至极的是谁呀 告诉各位 这就是听了那本新报告之后呢 各位金融大咖大家讨论的一个基本的观点 就是现在耶伦有求于中国 过去我们曾经真心真意啊 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吞 然后呢热脸贴人家冷屁股 救美国就是救中国 这一次到底救不救 怎么就是最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我们这个国家长远利益的 这件事啊 还真不是一句话能说明白的 这件事要联系很多实际来做更进一步的讨论 好了 这期节目就说到这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移民司马南再见